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点就是能够享受日本的医疗保险和税福利 第二个呢 自己能够享受日本的免费义务教育 不用像国内那样去拼学区房 第三呢 15岁以下能够享受免费的医疗 而且每个月能从政府拿到一定额度的补助 第四个呢 就是更加荣誉去欧美国家旅游 第五呢 五年后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 可以申请加入日本国籍 这个是需要放弃中国国籍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十年后可以申请永驻 也就是咱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绿卡 那么这个就是不需要放弃我们中国的国籍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某某的频道 今期呢很多顾客会咨询我 想要长期在日本生活应该怎么办呢 那最近最受欢迎的是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 不明思义 你需要在日本开设一个公司 注册资本的大约五百万日元 约合三十万人民币 从您决定要申请签证 到您成功办有入全程协助的时间 为六到八个月的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 从您拿到经管理签证的那一刻起 您就可以享受日本当地的福利 政治权利除外 那有一份跟我说 具体的有哪些福利呢 像我们所知道 日本领先的这个医疗 包括当地的教育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您有未成年的子女 可以作为附属申请人 可以去当地的公立学校就如 大家要注意了 经营管理签证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我们是需要每年续签一次 续签的时候主要考核的第一 就是您公司的一个经营状况 最好保证每年的盈利大于600万日元 也就是30多万人民币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需要您本人每年在日本居住时间 大于半年以上 另外呢 就是您本人不要在日本出现任何不良的记录 如果以上三点您都做得非常好的话 有可能拿到三年一次续签的经营管理签证 如果您只是想拿日本的永住权的话 您可以一直申请到第十年 第十年的时候 您是可以申请拿日本的永住卡的 而且拿到日本的永住卡之后 您的公司就可以进入休眠状态了 近期呢经常会有顾客问说 我如何才能拿到日本的绿卡呢 那其实在日本是比较特殊的 如果我们想要拿日本的绿卡的话 第一步一定是拿到日本的投资金签证 那日本的投资金签证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日本的一个长期的居住签证 那如何拿到这个签证呢 首先是需要我们呢 年满20周岁且是健康的这样的成年人 其次呢需要我们在日本有一个自己公司的注册地址 再其次需要我们有30万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大概500万左右日元的这样一个注册资本 那这个签证呢我们是一年一次续签的 需要我们在日本境内 每年停留超过180天 那五年之后我们是可以申请日本的国籍 那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日本的绿卡了 这是关键的国籍